说互联网留守儿童是新一代留守儿童并非危言耸听 国内一家互联网大厂有一位身为父母的员工 在傍晚五六点钟去楼下广场 老人会带着孩子过来 父母和孩子见上一面说说话 然后老人带孩子回家吃饭写作业 父母继续回工位搬砖到半夜 在破局中的职场人的纪录片中 在互联网公司当主管的张婷经常加班到十二点半 一点多到家时女儿已经入睡 第二天六点她又要爬起床上班 她说自己最大的愿望是没有工作 好好地陪孩子一天 对上一辈父母来说 18点到21点的大多数是每天全家人齐乐融融的时间 但在一线城市新闻联播开始的时候 往往也是大厂员工加班的开始 尤其是在互联网双职工家庭来看 陪伴孩子更成了一种奢侈 留守儿童原本是描述农村的儿童 与在沿海城市打工的父母分居两地 只有在一年一度的春节才见上一面 作为互联网职工的父母 他们现在同样跟当年的务工者如出一辙 前者的孩子虽然在大城市有老人或保姆照顾 但父母忙碌于工作 孩子几乎得不到陪伴 互联网留守儿童的苗头随之出现 国家科委研究课题曾经提出 五天工作制最大的亮点在于缩短工时 客观上能调整社会的劳动总投入 增加人们的闲暇时间 直接刺激消费 回头看可以再亮一点 促进孩子健康成长 显年记者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Hero りょう 一徙 malt